在这个被东西方文化包围的海岛中央 它的历史与中华文化紧紧的交融在一起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飘洋过海来到这里 语言 文字 代表了这一族群的根支所在 承载了无数华人对祖籍国的感情 公元1899年 千岛之国想起了悠扬的学忠 菲律宾第一所华校大清中西学堂诞生 从此华夏文化在这里深深扎根 然而看似平静的海面 实则暗潮涌动 20世纪70年代 菲律宾当局全面飞话巧笑 华文教育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菲律宾华教中心于1991年5月24日应运而生 是一个全国性的华文教育学术研究和行政协调机构 1992年 华教中心成立了菲律宾华语教师协会 2003年又先后成立了正式立案的大马尼拉 李宋 米沙烟 棉南老等四个地区性华文教育协会 协会在中心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 推动本地区的华文教育的发展与提高 华教中心办公室负责开展各项工作 下设师资部 考试部 交流部 出版部 资讯部 等五个专业功能部 1991年 设立中国语言文化图书馆 随后 华兴书屋 丙桥书屋 相继在馆内成立 2007年 华教中心开办的新华书城正式营业 成为推广汉语 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 华教中心的发展离不开华人华侨的默默奉献 由他们支持的华文教育事业的基金相继设立 得利于这些基金的专项支持 许多华文教育项目才得以生根 发芽 茁壮成长 作为菲律宾的一个专业民间组织 华教中心与菲律宾政府机关一起协作 着力顶层设计 自1993年 先后召开了大雅台会议 高峰会议 达成多项共识 形成发展合力 作为学术研究机构 华教中心长期致力于华文教育改革 确立了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念 提出培养有中华文化气质 适应菲律宾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目标 制定菲律宾华语教学大纲 编写出版本土教材 为推动华文教育教学研究 出版专业期刊 报纸 著作 邀请国内外专家 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 为解决华语教学师资队伍的问题 华教中心积极协调各方资源 启动二二一工程 为保留民族语言传承中华文化 华教中心开展的HSK 汉语夏东令 中华文化大乐园 中国走进课堂等活动 已成为区域国际品牌项目 深受华社的肯定和支持 华教中心立足菲律宾 放眼全世界 在致力于本国华文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 与世界五大洲 3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联系 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 获得同行及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回顾数十载争荣岁月 虽历经风雨坎坷 但也收获了没人说 时间的更迭 社会的发展 华教中心在引领华文教育基础性 先导性 全局性的作用 日益凸显 逐渐成为菲律宾华文教育的 引领者与掌舵者 在菲律宾这块热度上 华教中心将秉承华教精神 与时俱进 砥砺前行 谱写华文教育发展的新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